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潛能起風向 釋放潛能之祕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 墓碑喔 然後搭配一個解放號打擊 關卡來講 主要是要除CD啦 其他的就 我另外解釋 先決定殺個幾次好了 你不指定的話他會 亂打一通 他會找克索去打 然後一開始力道也不要太大力 我們斟酌的用一吸就好了 因為常常會天降變兩吸 鴨子有的話你給他開一下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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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讓檯面上多一點信註 好 讓檯面上多一點信註 好可怕 這個Q趴他一下吧 火屬火屬 這個就是這個好處 不會吧 一直天降是怎樣 這個天降實在是太可怕了 整個都是天降的Fu啊 好了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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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大人就夠了 弄我也不是這樣弄嗎 太危險了吧 剛剛好跳起來而已 這實在是有點危險 好這邊就先做個強化的出來再說 不然我們沒辦法打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做單體攻擊 這需要一點點的技巧 看一下這個路徑喔 就這樣就好了 指定一隻 好險 剛剛好 然後這時候 邊打邊補 好再處一次吸力 好只要不要做到強化了就沒問題了 我會帶鴨子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可以常常轉型 補血這樣 好 回復力就不用解釋了 這個有蘇大吉的加持 基本上回復力是 有過制而無不及啊 絕對是夠的 好 這個大吉 潛能解放後真的是蠻好用的 好 基本上比較起來的話 那 我個人是覺得是比 那個 上篇來的難一點點 這邊 都很怕天獎 那怎麼說很怕天獎 combo不一定要多啊 血補的有夠就可以了 好 我可以看到我兩combo就夠補了 我可以看到我兩combo就夠補了 這水滅吸力有點長齁 5 做個強化珠 等一下再來一波送走它 這樣我一定不曉得夠不夠 這樣我一定不曉得夠不夠 看看 欸 對我們做這個 四字幕的 再做一次強化的故事 對不曉得 按得也順便做 按得也是有傷害啦 這樣就ok了 再來這一關的話有一點點小難度 不過因為我們的水滅還ok 這個水木暗都要消到 水暗 水木暗 水木暗 這次也算是有一點點小小難度 保險機械我們水滅就先開了 記得補血喔 不要顧著攻擊忘記補血 好 這個水木暗都有消到就可以了 沒有木珠 這時候水和暗消一下 好 現在這時候還有木 水沒消到 好 補一下血 基本上應該差不多了 好 這次越戰越強 血大概打到一半再少一點差不多 好 因為它原本基礎攻擊力就已經不高了 好 因為這一回合沒有木珠 所以 好 隨便打 這一回合有 我們可以稍微用力一點點 好 因為我們的攻擊力還算 嗯 不會說太誇張 好 鴨子開一下 多補一些沒關係 血量我們自己抓就好 好 這回合可以用力打沒關係 因為你假如看到骷髏頭 你就可以 好 就可以放大絕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沒關係 好 你看一半也還沒有到 好 沒有消木珠 好 沒有 一半差不多都還OK 那這時候 然後 好吧 開一下 直接在這一回合一波帶走 比較保險一點 好 基本上 那個 墓碑都可以開 好 我忘了 好 好 號角 直接開這個 木珠 就OK了 好 它死滴血基本上 是空轉就可以結束了 好 以上是這個 潛能起風下 好 釋放潛能之密 的一個號角的示範 好 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次 見囉 掰掰 уг Claro 掰掰 XD yes OK A